又來到Z世代大人的時間 小米除了在手機市場拿到很好的成績外 他們亦都緊貼智能家居領域的潮流 研發出不同的新產品 打造全新的生態鏈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 在今次的生態鏈中 我最有興趣的是旁邊這一部 又可以吸塵但又可以拖地 究竟這部吸塵機有什麼特別呢 我現在先試一試 講到很特別 其實開出來的時候 我放平它 開始 整部機是有牽引力的 我真的沒試過吸塵和拖地可以這麼舒服 運動都不用做 慢慢 畫面顯示的就是那個度數 現在用45度水 進行拖地加吸塵的動作 當然這個自動模式 如果你覺得我家很髒 我想開大一點可以不可以 其實都可以 它有一個轉模式的功能 一樣可以做到這個 現在大家聽到大聲了 這個就是強力吸塵 再加自動的拖地模式 當然有時候在家裡有小朋友 或者自己都會不小心賭寫東西 還有一個模式 它會幫我們吸走地上的水 所以一機幾用相當方便 最喜歡一個地方 讓我現在告訴你 先關掉它 放進去 放進去 除了會充電之外 新鮮的水 它就會自己進入 之餘 旁邊還有一個桶 還有下面這塊布 也會自己清洗 清洗完之後 放進去桶 它就可以用一個熱力去封乾它 這部小米高溫無線洗地機 W10 Ultra 只需要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加熱清水到75度 它的續航力長達35分鐘 你的房子有多大都不用擔心 另外它還支援智能語音提示功能 開機只需要說一聲就可以 真真正正做到冷著清潔 接下來要介紹的 就是這部掃拖機器人X10 Plus 比起上一代 在各方面都有所升級 今次它們將污水箱 清水箱 和塵袋三合為一 同時設置在清潔艙裡面 令到掃拖機器人 集齊清潔、吸拖、清洗拖布 和控干等等的功能於一身 在限制期間 清潔艙也會自動將機器人塵盒裡面的塵 吸入去塵袋裡面 最長可以做到30天才清理 配合手機應用程式米家APP 只需要按一個按鈕 掃拖機器人X10 Plus就會自動掃拖 聰明的它還會掃到周圍的環境 變成一幅3D地圖 之後你想去拖哪裏 只要按一按它的APP 就完成了 另外今次小米都打入了寵物用品的市場 推出了小米智能寵物餵食器 和智能寵物飲水機兩個產品 小米智能寵物餵食器 只需要通過連接米家APP 就可以做到遙距控制 定時定量感自動餵你的寵物吃東西 如果有缺量或者其他的問題 機身的指示燈和米家APP 都會同時提醒你做到雙重保障 至於小米智能寵物飲水機的水量 就達到2公升 可以滿足一隻成年的貓 大約4-7天的用水量 作為主人的你 就可以放心將寵物餵食問題交給小米 售價方面 小米高溫無線洗地機W10 Ultra 賣港幣4,999 元 而小米掃拖機器人X10 Plus 就賣港幣5,999 元 兩款家居清潔用品 已經在7月7日正式發售 而小米智能寵物威食器 和智能寵物飲水機 就會遲一個星期才賣 在7月14日正式發售 而賣價方面 分別是港幣699元和369元 如果你是在2022年7月31日之前 購買以上的任何產品 還可以享有早尿優惠折扣 長請可以上小米官網看看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Subscribe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 和YouTube頻道 和Alpha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先說到這裡 Bye Bye